大家好 我們是 中華職棒受到疫情影響 五月中開始停賽 那天桃園啦啦隊 擴別球場一個多月 最近特別以線上直播的方式會球迷 部隊長芸汐擔任執行官 率領26名女孩與舞蹈政府總監 連線跳起應援舞蹈 一姐球迷相思苦 很久沒有跳應援舞了 但是呢 我自己個人 但我相信很多女孩在家裡 其實不管在自己的直播也好啊 等等之類應該都有自己私下 私底下練習 因為在家裡其實 不知道要做什麼 都是躺著 要不然坐著居多 當然偶爾要起來 吃完飯起來動一動 所以跳了一個R型的震盪 你們沒有發現 每個女孩的肉都震盪起來了呢 透過直播連線 樂天女孩分享彼此的防疫生活 隊長懶懶笑稱宅在家 都在自主訓練 挑戰不喜歡吃的食物 能吃嗎 不太能吃 但是我跟我們一起把它吃完 好 那身體還健康嗎現在 沒有健康 你看我這邊的肉頭 好 這場活動吸引2000位球迷上線相會 球迷祝福球隊選手和啦啦隊身體健康 拿下總冠軍 樂天女孩也狠話要球迷照顧好自己 期待有朝一日回到球場相見 中央社記者張欣偉 桃園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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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